各位朋友我们正在收看的是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2015锦标赛的单向决赛第一天第四个项目名字高地杠 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友两位选手进入到了单向决赛分别是上春松和范依林 我们现在看到是参加高地杠项目的八位选手在按照出场顺序进行赛台的亮相 这个就是我平时看到的赛台亮相就是八个运动员一块走上赛台然后逐一报名不同 那林超开当时你在比男团的时候你上赛台之后你觉得这种气氛啊这种方式亮相方式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倒觉得挺就是比如说我不困我困了吧 我一站上来我就觉得很有机器很有这个斗志 很想赶紧去比赛 这样就比你觉得就是传统的那种一队人上来的那种 那一个亮相会更好一些 这种我觉得挺好 让大家都熟悉一下的每个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啊叫什么 对而且是这么大一个舞台就让你一个人上去就会成为一个焦点 后面大屏幕上是他的国旗所以呢这样的画面会更加震害 会更加让运动员和现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 就是这个途选手代表的国家会更有那种荣誉感 出场顺序我们来看一下 常春松第一位上场 范依林第三位出场 在预赛结束之后 范依林是排在第五位的 商春松因为资格赛发挥并不算太好 排在第十 但是因为每个国家和代表队只有两个名额 所以呢这样俄罗斯美国就退出两个选手 这样的话就把名字依次往后让英国合成过的选手 阿卢尔德英国在刚刚结束的阿玛比赛东 包揽了关亚军 这是这次单向决赛当中 唯一一个包揽精英牌 由同一个国家的选手去完成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商春松的比赛 他马上就要是第一个出场 单向决赛的运动员是没有热身 像通常这种单向决赛不热身就去比赛 而且就是第一个上场运动员他需要试一些什么呢 就是准备剪录的时候 你在货场合就应该充分的准备 充分的去活动 不要让自己冷 第一位出场的就是商春松 湖南土家族的姑娘 看他的第一个空翻 腾参 屈体特卡 接PAC空翻 这是飞行接飞行 腾参回环后悦至高杠 接金盖 好的 下面是 由中国选手擅长的 两次一组的转体 接分腿特卡切夫 这样他三串连接全部完成 漂亮 虽然是第一个出场 但是商春松也许是经过了前面的 个人全能的比赛 他拿到了一枚奖陪 今天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依然成为了一个 特别沉稳的一个运动员 可能之前比完赛 然后这场赛可能会比较 看的动作就比较放心 一夜之间长大了的小姑娘 商春松 了解了他成长经历的观众呢 可能会对他有另外一种理解 这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赛场上的他那样 他其实 从小生活在比较贫困的一个家庭里 而且呢他的这个哥哥呀 有一些势力的一些残障 那么因为家里比较平缓 所以商春松呢 从小也就非常的努力 因为他还要去做哥哥的 因为他哥哥的眼睛有视力障碍 他会去抓着哥哥的手 当哥哥的眼睛一直在从小开始照顾哥哥 这他从小就会显得比同龄人要更加懂事一些 03年他就入选 就七岁他就开始正式的练体操 因为家庭困难 他可能刚开始连支付体操费用都很难 14.90分 所以在他后来取得好成绩 有了奖金之后 他首先是要为家人改善生活环境 这些故事后来呢 也是通过国内的网友翻译成英文 加上商春松在国际赛场上多次亮相 取得六亿的成绩 使得更多喜爱中国体操的体操迷 国外体操迷了解了他以后 对他在国外的人气有了很大的提高 现在我们看到是来自德国的选手 斯切德 预赛第四名 看看他的成套 并掏360 并掏后悦至高杠 前摆180D杠倒立 登杠360 刚才是一个弧形换我是高杠 并掏180 分腿叶格尔扎杠 并掏曲体特卡 下宝 这个下法确实是使他成了动作的一个比较大的败底 来自德国的选手 前面完成的都挺好的 现在的女子高低杠要求的是尽量去 就是如果拿飞行接飞行才能得到0.2的连接加分 而转体和飞行现在连接只有0.1了 这也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空翻接空翻 这次裁判的位置呢 搬到侧面去了 就是高低杠的侧面 这样的话裁判可能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运动员倒立位置的 有没有超过规定的度数 女孩不像男选手 男的单纲30度才扣分 女选手10度就开始扣了 但是有问题 可能我们大家从完全侧面上来看 以分腿和并腿是看不清楚的 这样的话也会导致一些裁判在平分的时候有一些盲区 像你们男选手去看女孩练高低杠做这种空翻接空翻 你们当时是什么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觉得比我们男生还厉害 我们男生练空翻接空翻的话 感觉比较难 看他们练感觉蛮轻松的 像一根杠子练的单杠和两个杠子做这种飞行 哪种你会觉得会更难一点 肯定是高低杠要难 毕竟它下面还有根杠子 如果说你在高杠没做好 你会掉下来有可能会磕到下一杠子 所以说肯定是这个要难一点 高低杠难一点 好 下面看到是中国队的范依林 并涛三百六 并涛至高杠 帕克去低杠 跟正涛约至高杠 接金格尔 他前面的这个换杠和他这个飞行就算是空翻的直接连接了 他是个兵正涛一百八之后接两个一组的转体 准备下 后只要就下 盯住了 下得非常漂亮 有一些可能对体操不是特别熟悉的观众会 会问为什么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教练在旁边会去扶一下 其实并没有扶到运动员 他只是做一个保护 因为他是下面要提醒运动员这个动作的要领 他在下面给你提醒会更清楚 可能他站在台下的话 他运动员可能听不太清楚 他就站在那边的话就 说的会清楚一点 而且运动员在完成一些难度动作较高的 比如地主以上难度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提前的预先的保护 教练不会碰到运动员 但是如果万一运动员脱杠了 准备掉下的时候 他能稍微拖一下 这一套完成的挺不错的 高低杠是中国的夺经典 中国你对最强的是高平两项 一个是高低杠 一个是平衡目 并不会因为下法而决定整套 但是下法占助相当主要 有一句话吗 落地站稳出金牌 对 就是在争金牌的时候 对 两个人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力量 看落地了 看谁的落地更好 这位是范依林的教练 王群策教练 张春松 分数是14.90 来等一下范依林的分 他的分数应该相当不错 15.366分 这样后面出场的选手 应该会有一点压力了 后面有科莫娃 科莫娃预赛是第二名的 阿沙 监洛 中午 这才是2011年 东京市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 冠军 中午 中午 丙涛后跃至高杠 他刚是一个正涛 分正涛180 接 并腿的叶格尔 登杠360 接 并腿的特卡切夫 这一套也比得不错 这套动作的难度 不像之前比过的运动员的那么大 今天进入到这一项目的 有两个俄罗斯队 高地杠也是俄罗斯队 的一个比较强的项目 就是跟 美国相比俄罗斯的高地杠 要强一点 打团体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高地杠 都是他们比较正分的项目 我记得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就16岁的时候 还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现在长得挺挺欲力的 个子也高了 我都没认出来 对 女子体操 这个项目挺残酷的 周期很短 因为女孩要经过二次的生长发育 长身高长体重 像俄罗斯队之前 看慕斯塔芬娜也是 刚刚16岁的时候 特别漂亮的一小姑娘 到20岁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的时候 在现场看到都 真人走过来 没太感染 这样也会对他们的完成动作 技术 会有一点影响 就是这个发育的问题 这是已经比完的 两个蒸活小姑娘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的裁判组的位置 就是这样的 这跟我们以前看到 是不一样 他们中间会有个小的隔板 周秋瑞 中国籍的裁判 运动员当难度分 地分 存疑的时候 可以 但是完成分不可以 影响运动员的难度分的 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就是 做的角度问题 一套高低杠的鞭盘 要有高道飞行 和同一杠的飞行 要有至少一个转体360 不是飞行的动作 要有下发组 还要有不同的握方 正卧 反卧 扭卧 分出来的比较慢 但是应该超不过咱们的 也难说 超了 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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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范 并列 15点366分 好 下面看一下 美国的 道格拉斯 她是并桃360 特卡 帕克空分 并桃 并桃180 分反桃 180 真正桃 后月之高高 指两周向 这一条 很轻松 她跟范尔斯 都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的选手 但是觉得她跟范尔斯又小一号 范尔斯是她的迷你本 高地杠 美国队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跟中国和俄罗斯比 他们整体的实力要弱一点 但是呢 当中也有个别比较拔尖的运动员 像 场上我们看到的道格拉斯 就是 其中机 今年二十岁的 保格拉斯 在一二年伦敦奥运会上是全能的金牌获得者 她在高地杠这个项目上 一年的东京市井赛是获得第五 在这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从一二年伦敦奥运会至今 这是她参加的唯一的一届世界井标赛 过了这么多年 这次看到道格拉斯也是外形上变化很大 上次我们看到她在一二年伦敦的时候 也才十六岁 十六岁是女子体操应该说是非常黄金的年龄 因为这样的话她可以参加两届奥运会 十六岁比一届 二十岁再比一届 因为如果年龄再大一些 就很难再有好的这个状态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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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我们来看看 并涛三百六 并涛后院至高岗 接帕克空分 再接分镇套一百八 并涛 并涛一百八 接分腿的叶果 分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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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 接后团两周三百 六十多下 接后团两周三百 六十多下 十八岁 十八岁 去年来参加过 南宁的市井赛 但是当时她的四个单向 没有进入到决赛 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赛场顶部的这个灯光 像你们在做这个不管是高丽杠啊就是男生做单杠也好在翻转的时候看到顶上这个灯光一般 你们会 会 因为我们的单杠 就在那个自由操的边上 它有点 尤其是越杠一过来 那一下一晃 它就会有点看不见杠子了 就凭着感觉去抓吧 你们更多在比赛的时候是凭感觉去抓那个杠 还是真的是用眼睛去找 肯定要睁开眼睛去找杠子 要不太冒险了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远了近了 不一样 每次都不一样 但是赛台的时候 现在 现在我们看到了 有并列的三个人 十五点三六六分 这是我转这么多阶 这么多阶市井赛 第一次看到三个人并列的 大家都笑了 科莫娃也笑了 这是什么情况 有两个并列的 但是很从 就是没有做过三个并列的 这样领奖台快站不下了 弄一个团体出来了 后面还有两个人要出场 一个是俄罗斯的 在预赛排赛第一位的 斯布里多诺娃 还有一个是东道局选手 哈鲁尔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来自俄罗斯的 比赛第一名 来自6.7的选手 斯布里多诺娃 今年17岁 去年在南宁市井赛上 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在南宁市井赛上 比赛上 击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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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团 ��中 2cent 360佑村 这几个运动员 都差 每个5分钟 都差不太多 6.6 6.7 6.7 三个并列第一 范伊林 莫娃和科奇安 那么道格拉斯 美国的道格拉斯 现在虽然是排在第四 15.033 排在第四 一会儿看您讲台怎么站 在他之后还有一个东道组的选手 哈洛尔德要出场 哈洛尔德他的高地上难度并不算太高的运动 不是 还没出了 又一个并列 15.366 四个并列 现场的观众彻底的炸了 15.366是一个多么让人难以舍弃的分数 四个运动员并列 再来两个就是一个团体了 团体在是六个成员 现在四个并列 这四个并列我们看一下 来自中国 两位来自俄罗斯 一位来自于美国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出场的是来自英国的哈洛尔德 这个动作是他从预赛到团体一直比到现在最让全场观众为之惊叹的 他从预赛到团体之后 七个企务 尼泰 而且他很难的 แ 金豪力杠,十分率是百分之百 金豪力杠其实也挺难为裁判的 也很难分出谁绝对好,谁要差一些 四个BNA第一 如果这样上领奖台的话 八个单向选手,除了两个人,其他人全上领奖台 一个特殊腿,然后弹至后面的地盖 英国女队这两年的成绩也是突黑猛进 特别是这一次英国女队能够站上领奖台 这对英国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 就像他们的男团一样,上了英军的领奖台 下法,叮嘱 这次下法的成功率也非常高,大家都是 他难度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6.3的难度,最后是4.766 比赛结束,四个第一名 那也就是说提前给准备出四块金牌了 也恭喜咱们中国队的 三一一零 这样的话,名字就可以上墙了 第二名,就是前面有四个之后 现在排在第五的,道格拉斯 实际上就是第二名 恭喜她获得世界冠军 今年冬军也可以登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场,应该是在历史上 起超世界紧标赛的女子项目的历史上 第一次出现四个并列第一名 接大欢喜 俄罗斯的科莫王和斯普里多诺王 同样也是并列第一的四个人当中的其中两位 最后成绩 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呢,它是两个项目一组颁 所以呢,先要颁,安马,再颁,高低杠 这就是四个第一名 话外音,我们都是第一名 但是从这次的比赛我们也看到 中国、俄罗斯、美国这三支女队 她们在打女团的时候 也是三支实力最强的队伍 高低杠对于她们来说 其中,其实美国是特别不容易 因为美国这个项目是她们最弱的影响 也能够一个尖子选手 最后能够跟俄罗斯和美国 跟中国和俄罗斯一起 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范依林这个选手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她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训练上是非常刻苦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非常的琢磨 就是动作做不好 该怎么去琢磨 去想了很多 很专心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世界紧张赛 对 反正她以前都没有参加过更加 最多就是亚洲比赛有参加过 然后这个事情还是第一次 16岁 就之前我拿到这个女队的出征式赛的名单 我对她都不算熟悉 比较陌生 因为在中国女队 是零的就是达到16岁的选手 女选手非常少 所以今年一下子冒出几个就是刚刚由15岁 就是长到16岁 年龄合格的运动人 今年就 挑选了一下带到了市井赛 但一定也很争气 在这个项目上为中国队获得了本届是金牌 她也是这个第一次拿世界冠军 下面是 调环 调环这个项目上 中国队的尤浩和刘洋 将在第三和第六位出场 游浩出场了 游浩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 她也是 呃 非常刻苦吧 她的就是在调环上的特点是技术特点 嗯 动作挺到位的 现在运动员的出场顺序是他们比赛的顺序 游浩应赛第七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腊的选手 凯特罗尼阿斯 再往后出场的应该就是美国的怀藤伯格 这次 全能的比赛 也是其他有一些惋惜 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合作之材 下面就是中国队的 预赛 第二名 刘洋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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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戴的这个手套的意思是 就是 保护这个手让它保暖 不要凉了 凉了可能手感就没了 很像真伱的人 AfD 刘洋是2014年的世界冠军 前面 主题 10 difer 维尼 来自美国的选手 遇下的第三名 好 现在 这位是来自于 亚美尼亚的选手 瓦哈德内尔 这次我们在单向的比赛当中 看到了几位 来自于 像古巴 亚美尼亚这样的比赛 这是以前在决赛上很少的 调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 在调环这个项目上 中国选手 尤浩 拥有着全场最高难度 7.0 这次 其实调环眼中国队有个多经典 对 因为 刘洋毕竟也是去年的 调环世界冠军 几分也在那摆着 在这个项目上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于荷兰的选手 曼格尔德 这也是一个专联调环的运动员 从上一个澳门周期比到现在 11年东京市井赛 他也比调环 当时单向第五 13年在安特卫普 就是两个都是单向市井赛 他也是第五 后方程水平 后摆飞机 直接翘成道十字 转身两周 转身紧急两周 接后排并队水平 后翻飞机 弹十字 向前大翻环 哇 下法站稳了 希望这次调环也能看到 跟刚才高低杠比赛那样 大家八个人都发出 发挥出自己的高水平 而不是寄希望与别人失误 才能登上领场台 或者获得金牌 这样也能够为全世界的观众们奉献出一场高质量的世界锦标赛的世界最优秀的八个运动员的表演 关于这一个调环的 ähnlich 握法的问题 每个人的握法都不一样 因为有人要扣着护掌座 他会觉得抓得很紧 有的人就不用去扣 像他这个属于 没有扣手 但是说现在说 身握不允许 对 不能弯手现在 是手腕 手腕可以 手腕也不能弯 15.500 这是荷兰的 悲人 祖格兰德没有能够进入到 单纲的单向决赛 所以我每次看到 来自荷兰的选手 都会觉得有点遗憾 法国的 艾特 赛德 背水平 直接压上后水平 后翻飞机 前驱两轴 接后摆飞机 后翻十字 弹十字 向前大会环 后翻并推水平 直接接大会环 向前大会环 调换高手的话 他们下法站稳的话 才算成功 对 因为对 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 他们都是奔着金牌来的 而且这次我们会发现 调换这个项目上实际上运动员之间 没有什么谁比谁有 更大的难度优势 因为这八个人的难度都在 6.8到7.0 只有一个油耗是7.0 其他全是6.8 6.9 所以基本上难度上他们是处于 没有水平线的 最后就是比完成 就看这个落地 深蹲也是不行的 要主动落地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 这个调换就是看 这八个人谁的质量更好了 非常健硕的选手 就是调换在 15.633 好 接下来是 我们的队友 游号 游号 游号加油 加油 加油 后翻飞机 从这个角度看有多平 后翻飞机 直接拉上成并嘴水平 非常难的动作 力量动作 大回环 后置两轴抛带 接个正调实质 后翻辞机 前去两轴直接接着倒立 好的 下法 动了一步 其实这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游号的调环 发挥好了 看上去特别的赏心悦目 这次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是 应该说可以算是双保险 一个是 游号 一个是刘洋 这是都是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在调环项目上 取得过非常优异成绩的选手 在去年的事情赛上 游号是获得了第三名 调环的第三 从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角度的问题就是 在禁止的力量动作的时候 你看这个向后的这个直体 对一般人都做团的区的 对团的区的直体 它是很少有人在比赛当中做 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 他的身后大屏幕 15.733 完成分8.73 这个成绩比他 预赛有了很大的提到 下面要出场的就是来自于 希腊的选手 佩特罗尼亚斯 他是预赛的第一名 而且刚刚他让的完成分给的是9.1 我们来看看他这套决赛的质量 我们来看看他 我们来看看他 还是哪个赛 每个赛 我们来看看他 后翻飞机 然后大外环 后摆病毒水平 盘十字 本肩十字 做得挺标准 全去两周 接后面两周倒立 掌声气包卷下 因为他是金牌的有力纠夺者 所以他这套动作我们会特别的关注 不过他这个下巴动了那一步 也是一个狭子点 如果他下巴站住了 那这不好说了 对 你看他坐飞机的时候他的手不是握着环是这么 每个人不一样 习惯不一样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估计就掉下去了 就是你就这样可能不受力 对 要握着环才可以 他就是好像手掌压着环 对 绝对的力量 哦 他的分数 可能要高一点了 15.80 比油耗高了0.067分 快在第一 但咱们中国队还有一位运动员要上场 就是刘洋 刘洋能不能够 因为刘洋运赛是第二次 能不能够超过希腊的 佩托罗尼亚斯 主要也是看 主要就是看完成度都差不多 先来看怀藤伯格 一赛第八名 拉上直体翻成十字 水平的十字 弹成直角的 压上承 水平的支撑 屈体前翻 后摆上承 水平的十字 要挺够两秒 肢体翻成十字 肩和手要在一个水平线上 后摆上 脚低了 水平支撑 团绳不能过多的晃动 动作要一次到位 准备他的下岛 作为一个全能型的运动员 他以前的单向决赛 比的是双杠 就是调环能够进入到单向决赛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突破了 运动员过大在调环上好控制吗 如果他有劲的话没有问题的 你看他那么那么的壮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练掉环 的运动员都是尽量上升的力量 上升力量 对 下升尽量就是体重啊 或者说那个下肢要纤细一点 倒三角吧 15点30 刘洋准备上场了 事故以待 加油 后翻飞机 拉上倒十字 先去两轴 本间十字 压上倒十字 后摆并腿水平 前转两轴 后摆飞机 弹十字 你让成倒立 我们看他下法能不能站稳 这次掉环子 这块金牌争夺也是异常激烈 希腊的佩特罗尼亚斯 有好 现在目前领期的两位选手 下法 就是环上都完全的不错 就是下法都有重 什么刚才 刘洋这个一大步的话 估计要点三了 而且他这个落地很低 中心很低 这个环上面完全都挺好的 非常到位 这也是环上面的动作 这次掉环的资格赛 亚布里亚金 还有巴西的加内定 都没有能进入到决赛来 如果这套动作 刘洋盯住了 那金牌就是他的 对 因为他在环上移 这个很漂亮 对于要去争金牌的选手来说 下法太重要了 因为这次希腊的选手下法也没站住 但是动了一步 但是那步小一点 最后第三了 这样邮昊第二 刘洋第三 后面还有两个英文 一个是来自美国的维尼 好来看一下维尼的这套掉环 他是安特卫普世界锦标赛 调环的铜牌 倒十字 后摆上成倒十字 后摆上曲体前翻 两周 成水平支撑 直体后翻成 水平十字 直角支撑 弹十字 后摆上成水平十字 他顶住了 他顶住了 他是实力还是很强的 因为他越赛是第三的 而且他的难度跟刘洋 跟佩特鲁尼亚斯的难度相当 他顶住了 而且他顶得很稳很稳 就不好说了 他最后的这个名字 因为本身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到他 这场比赛比到最后好像都成了最后比下法的比赛 因为大家在环上的难度也相当 环上质量也差不多 因为能比到这个水平的选手 他不至于出现犯些很明显的大的失误 什么角度不够啊 那就看谁下法站在里 常常的失误一口气 15.6 15.6 其实现在第一名 第二第三第四的分差 都是0.0几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亚美尼亚选手 巴哈格尼 巴哈格尼 压上身 直接引浪成倒立 前传两者接后摆飞机 后翻十字 后摆并腿水平 接倒立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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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井大肯 第一个金牌 那么除了 吊环之后 明天还要比五个项目 调环现在中国队是排赛第2和第3的 今年EVA也是明年的领域奥运会的资格赛 在每个单项当中如果拿牌子的话 就直接进领域奥运会 那么这个资格赛当中运动员是多少名 获得明年的资格呢 单项就前8名 然后全能前24 然后好像是取前8名还是多少 是直接进 最后结束了比赛 希腊队的佩特鲁尼亚斯最终是以18.0级分 比中国队的油耗高0.06级分 最终是获得了冠军 刘洋15.700获得了第3名 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 稍后将为您带来男子安法 名字高定奥男子调房的颁奖名识 男子调房的颁奖名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